美國和伊朗都表示在日內瓦的會談取得部分成果 但仍需要克服部分障礙 棘手問題之一就是伊朗濃縮有能力 雙方對伊朗能夠使用多少部離心機亦有不同意見 美國的母親克里說 伊核六國已經給伊朗不少創造性的意見去達成他們的目標 美國政府說談判國方正在尋求伊朗作出不會發展核武的具體承諾 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說 在六月底前達成全面協議的可能性大約五成 白宮表示美國無意將會談推遲到期限以後 在問題分析家詹姆斯艾克頓說 談判國方了解到沒有協議總比懷協議好 在談判國方考慮下一步行動的時候 以色列加強了對伊朗核業議的批評 說協議將影響該地區穩定 內塔利亞胡說 下星期他將前往美國國會說明 為何這項協議對以色列對中東地區和全球都是一種危害 他說美國國會可能會影響協議的未來 內塔利亞胡引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 說伊朗可能存在沒有向外界公開的核活動 美國之音記者多金斯華盛頓報導